谢谢宇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5月1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各位好 我是宝申 近日呢 一个名为疑似李小璐不雅视频的短片 在中国网络上疯传 外表酷似这位著名影星的性爱场面中 穿插着政治信息 呼吁中国民众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 这一视频的下载量 据称获达千万 那么把政治信息插入不雅视频 是否妥当 对付没有底线的政府 是否应该以牙还牙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请短片的制作人和专家展开讨论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好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随着中共首发国家安全蓝皮书 并且特别强调中国意识形态 遭遇西方严重危险 中国国内意识形态的现状 究竟如何呢 他们的追求又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也将播放对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之一的 知名学者进行的专访 以解答一些关于意识形态的疑惑 不过首先呢 我们来关注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美国911国家纪念馆将于明天正式开馆 奥巴马总统将参加开馆仪式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 全球气候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并且将引发全球政治冲突 而那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维吉尼亚州保守派众议员埃里克·坎托 将在6月初的初选中 遭遇来自查党候选人的强硬挑战 共和党质疑希拉里·克林顿的健康状况 是否能够让他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 即日美国报方面 土耳其正在争分夺秒的抢救 被困井下的矿工 不过希望越来越渺茫 旭利亚总统阿萨德 可能已经赢得这场内战 《黄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政府担心严格的房贷借贷条款 会阻碍房地产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复苏 因此正在取消部分条款 欧洲最高法院裁定 谷歌应当允许用户 删除他们不希望被人看到的搜索结果 欧洲的网络隐私权和自由言论的平衡关系 将发生变化 洛杉矶时报 洛杉矶民众为魔术师约翰逊辩护 谴责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 对其发表的不当言论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今天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 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军队仍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陈兵 尽管莫斯科上周保证已经撤出了大批军队 日期标为5月9号的商业卫星图像 也在北约推特账户上出现 这些照片显示直升机停靠在俄罗斯边界城镇贝尔格罗浙 第二张照片星期天拍摄于乌克兰战乱城市 马里乌波尔 照片上是美国官员所说的俄罗斯装甲车辆 星期二早些时候亲俄分立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城市 克拉玛托尔斯克附近袭击了乌克兰的装甲车队 至少7名乌克兰士兵丧生 7人受伤 就在那几天前 乌克兰保安部队攻击了马里乌波尔附近 被亲俄分立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 目击者说那次袭击也杀死了7人 大多数是分立分子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 与意大利外交部长莫盖里尼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讲话 克里说乌克兰即将举行的选举是该国的一个真正的机会 他说乌克兰的未来不应该由枪杆子 或者上星期天的公投来决定 克里说莫斯科参与了星期天的公投 另外呢是在越南方面 越南抗议者在几家中国工厂内纵合和冲火和抢劫 他们对北京决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置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感到愤怒 骚乱于星期二在越南南部的平阳省爆发 数千名工人停止工作参加反对中国的民众集会 社交网站上的视频显示众多身穿工作服的抗议人员 聚集在有中文名称的工厂外面 他们挥动越南国旗 哀响摩托车的喇叭并且呼喊反华口号 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官员表示 至少三家中国工厂被纵火焚烧和抢劫 另外呢有报道说受到袭击的工厂多达12家 其中一些是台湾人的工厂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者 对美国之音表示参加抗议活动的人非常多 场面十分混乱 当地很多工厂星期三继续关闭 同时防暴警察试图重新控制局势 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出旅行建议 警告在越南的中国人要仔细考虑旅行计划 并且要谨慎行事 不同寻常的是越南当局允许示威民众 上个周末在全国各地进行反华抗议活动 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媒体 获准报道抗议集会的情况 菲律宾说 中国看来正在准备和马尼拉和北京 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一个岛礁上 修建一个简易机场或者军事前哨基地 菲律宾外交部说 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向约翰森滩运送大量泥土和其他物资 试图扩大这个岛礁的面积 中国称这个岛礁为赤瓜礁 一些菲律宾官员猜测 中国可能试图在该岛礁修建一个简易机场或者军事基地 而另一些官员则强调说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马尼拉表示中国方面的填助行为违反了地区行为准则 在上星期举行的东盟会议上 菲律宾向中国提出抗议 中国逐渐扩大对南中国海海域的控制 而菲律宾 越南 文莱和马来西亚也宣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 另外在中国方面 中国警方指控制药公司葛兰素什克的一名英国高管 指使员工向医生和医院行贿 中国警方说葛兰素什克副总裁赖利 命令手下员工为了促销而行贿了数亿美元之多 针对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公司的调查 显示已经进行了十个月 赖利是第一个受到指控的外国雇员 星期三两名中国经管人员被控与赖利合谋 他们向北京和上海的官员行贿 以图逃过调查 目前还不清楚赖利是否被警方拘押 也不清楚他是否仍然在中国 这一案件已经移交检查机关 葛兰素什克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但是该公司此前曾经保证与当局进行合作 土耳其能源部长说 土耳其西部一座煤矿星期二发生电力系统爆炸并起火 死亡人数上升到201人 这座煤矿位于伊斯坦布尔以南的索马镇 救援人员向井下输送新鲜空气 设法救出困在井下的数百名矿工 有关官员说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这座矿井的电力机组发生爆炸 引起井下起火 同时有787名矿工在井下作业 土耳其总理居尔命令马尼萨省省长调集 一切可动用资源来帮助解救矿工 土耳其的煤矿以危险著称 一些议员要求对恶劣的安全条件展开调查 好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好的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近日一则名为疑似李小璐不雅视频的短片 在中国网络上疯传 在这个有长短两个版本的视频中 政治信息被以不同的形式穿插 呼吁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 那么对付没有底线的状态 是否也应该突破底线呢 我们将展开讨论 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UA卫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特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怎么快去看一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你们都拿到了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客 中华民国政府半生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项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回到VLA卫视 时事大家谈 近日一则名为 疑似李小璐不拉不雅视频的短片 在中国网络上疯传 这个短片有21秒和9分钟两个版本 显现一名外表酷似影星 李小璐的女性的性爱场面 而其中却以不同形式穿插政治信息 呼吁中国民众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 据制作者称 这一不雅视频的下载量获达千万 中国扫黄打飞办公室也罕见地对此表态 表示将依法查处传播者 把政治信息插入不雅视频 是否正当的手段 对付没有底线的政府 是否可以没有底线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就邀请短片的制作人和专家展开讨论 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好的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 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呢就是短片的制作人 他在纽约通过skype参加节目 温先生您好 两位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 好 我们欢迎两位 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呢 都可以拨打400120551参加节目 表达您的意见也提出您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空中的温云超先生 那么温先生您是怎么样想到 用这样一种这个拨眼球的方式 把这个拨眼球的方式呢 与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 六四这个话题联系在一起 那么您希望呢 收到什么样的这个效果 他们有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呢 我想大概在八九年前 有很多下载过陈冠希先生验照的人 下载后会发现是一部 关于天安门的纪录片 那个时候也就是我的作品 所以这样的做法对于我来讲 其实已经很多年 并且也不仅仅是这两件事情 当然这次从为天安门 我是看到因为在国内的微博 有很多人在讨论关于 疑似李小璐的视频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 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 对信息的封锁 把相关运动的信息 传播到中国防火墙内 至少当这些人看到 重回天安门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希望他们有兴趣去了解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就是说 中共当局在过去25年来 一直的不遗一力的封锁 关于八九民运的信息 那我想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契机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 那么文超先生 这部的您上传的这部短片 当然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21秒 一个是9分钟 21秒当中穿插了几个图像 就是重返天安门 另外还有重回广场 蓝天再现 还有我们只要赢得一次 他们就彻底失败了等等 这些都当然是非常政治化的信息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的是 这部不雅视频确实是非常不雅 甚至是非常露骨的描写 描写影片当中的一个女主人 这个性爱的场面 请您谈一谈 您在制作这个短片的时候 公众的利益 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他们的政治上的参与 以及保护青少年等等 这些在您的考虑当中 哪一个分量更重 更重一些 你最终做出这种权衡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把整个不雅视频 都换成六四的专题片 它是不是对青少年会更好一点呢 也就是说能够接触到 这个不雅视频的人 他本身是不是青少年 跟我插不插这个政治信息 没有关系 另外我插播这些政治信息 对从法律和道德上来讲 谁能够说出 我具体在哪方面有违法律或者道德了呢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需要很认真地去思考 在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对于能够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人来说 他在这些不雅视频当中 看到政治信息 对他们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唯一可能我需要道歉的 可能就是说 对这个不雅视频的当事人 就是被疑似认为主角的这个人 因为毕竟扩大了一个传播 可能会对他的生意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那些下载不雅视频的人 他们打断了他们欣赏这些不雅视频的兴趣 但是我完全不会认为 插播政治信息的行为 会对青少年有任何的影响 既不会鼓励他们去下载这部影片 也不会助长他们下载这样的影片之后 他们在道德方面受到的影响 但我恰恰会认为 反而会帮助他们 好 现在我们请在我们演播室的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 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就是温云超先生说 中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 这个已经没有底线的这么一个政府 那么我们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 您认为 我要更正一下 我不是说采取任何手段都可以的 我是说我们在没有公权力的情况下 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的情况下 然后采取一些社会有争议的手段 但未必是违法的手段是可以的 我并没有说不择手段 这一点我要特别声明 好的 好 请陈博士来谈一谈 首先我要讲 这是我非常欣赏温云超先生 他本身对六四这个事件 他抱有的那种正义的情绪 同时也要他做出各种努力 来使中国人获得对六四事件的知情权 这样的一种努力 他的心态 他的那个心情 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是很正当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不过就是说 关于具体到这件事情来说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手段和目的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正义的 我们的手段是不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 当然我想文先生他也不承认说是 我们是可以用任何不择手段的 恐怕不是这样 但是这里就涉及到刚才说的 例如一个不雅的视频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是突破了我们的一些道德界限的 例如对于当事人 就是表演那个不雅视频的人 你预先真得了他的意见没有 或者他同不同意播出 或者说他播出以后 你才通知他阻止了 这个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就是说你侵害了他的声誉没有 而且是在他未知情的情况下 侵害了他的声誉没有 因为青少年这个问题 当然就更复杂一些 至于哪一些性爱的镜头 这些是符合于哪一个年龄段的青少年 这个我想在国际上 有一些比较公认的一些规定的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不认为就是说 像刚才说的像那个 那一次李小平那个视频 是和中国的青少年看的 不过任意超先生他也说了 他说就是说我没有加政治信息 和加了政治信息 这个同样都不影响 这个青少年看了他照样的是 对他来说对看不雅视频 这个是不影响他的价值判断 我想这一点主要是一个 就是还是一个目的和手段 我们的某些目标是正义的 但是我们不要有 有些任何的手段 可能污染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说有可能 给人造成某种印象 就是说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我们可以用任何 突破任何底线的手段 这就使我记得 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同样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人就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 从人民日报那里 通过自己的工作方便 偷版了一个假造的一个新闻 号外 号外 就是说到怎样生意 李鹏下台了 郑耀平下台 诸如此类的 这个事情当时可能是对广场的 有些人有一个振奋的作用 但是在我看来 我当时是非常不同意这个东西的 因为这个是用某种谎言来达到某种目标 这个目标达到了的话 你目标本身已经受到了污染 因为你那个道德上受到了污染以后 你整个的目标 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 它的历史就充满了这种 他就认为 例如共产主义 我是正义的 我是天堂 谁也没有道过共产主义 大家不知道它是不是好坏 但是他在直行 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间 需要使用了非常多的血腥的 污秽的 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一些手段 说我们要达到这个天堂 必须要使用这 这个本身就是对目标的一个大路 我们就后来看出 这个手段是和目标是有紧密的关系的 如果你用了非常低下的手段 来达到所谓的高尚的目标的话 那个目标很成问题的 一定是很成问题的 当然我不是说文艺超先生 他这个手刚才说的 因为这个关于不雅视频这个事情 他在道德上还有些模糊的地区 但是我们想 这个我主要是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绝对要禁止 就是说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这样一种思想 这样一种想法 我想文先生可能不是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还是 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东西 文先生对陈博士刚才 他的看法 你有什么回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中国的 你应该把中国的扫簧 打飞办公室惊动了 他们据计划社报道 他们表示要依法 延除这个传播者 那么传播者 是不是包括制作者 我不知道 请你谈一谈 你对这个事态的发展 一些看法 首先我回应一下陈先生 就是道德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作为政治运动的人 要不要有道德绝癖 这一点上 在我看来 政治可能会更肮脏一些 很多事情不过是台底下 没有翻到台面上来 并且如果我们说一些手段的 能不能做到真正的 完全意义上的道德的干净呢 我想很难 例如你在街上抛一个船单 它也污染了 把地面弄脏了 你在墙面上刷一个标语 也可能把墙弄脏了 这些东西也一般意义上来讲 尤为社会的道德要求 但问题在意就是 社会的道德要求 在面对这些带有 政治反抗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它是不是采取了 同样的评价标准 事实上就未必 如果你拿一把垃圾 从天台上扔下来 就是一箱子废纸 一定有人批评你 这是一个违反道德的行为 但是如果你倒下一箱子 政治传单 那可能你就是一个 意识的壮举 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们发现道德会 在评判这些方面 会有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问题 就当局想查 追究传播者的责任 当然制作者已经摆在面前 他们要不要追究我的责任 我其实也很好奇 但事实上 我其实并不是制作者 它那个不雅视频 早就存在于网络上 我只不过是在这些不雅视频里头 加入了非不雅视频的信息 你可以说政治信息 也就是说我一定程度上是 削弱了原来不雅视频的不雅程度 当然当此前很多 就是说这种不雅视频 在网上传播也没见 全国扫行打回办公室 发布专门的这种声明 这毫无疑问 在我理解他们其实真正生气的是 里头插入了重回天安门 这样的政治信息 那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追究或者封堵 我想他们可能难度很大 一直事情发生这么多天 一直到现在 就是刚才我去查看了一下服务器的下载状况 来自于中国国内的下载 还是非常踊跃 也就是说当局可能没有真正的能力 在没有截断整个太平洋光纜的情况下 去封堵这种点对点的这种信息的传播 对当局来讲可能难度有点大 好 谢谢文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把政治信息插入不雅视频 对付暴政是否应该 或者说可以试探和突破底线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 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孙先生在线上吗 请讲 是我吗 是您 好了 我认为道德和政治不能混为一谈 说中国政府没有底线 这不对 中国政府的底线就是求稳定 反侵略 反跌幅 六四事件无需过多的宣言和 过多的就是 就是没完没了的远远累赌 就是 中国面临的跌幅活动 没有平息和这样 好了 我说完了 好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谈到这个 这个社会 刚才前的视频 就是南韩的政治 说中国有没有这个 底线不能突破 各自这个视频 政府能整治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这个 在黄色中 加设一个政治问题 我说有一些人 他纯属别有用心 社会问题 政府都是慢慢去整治 比如说习近平 在这个社会 就把个打老虎抓仓 这个问题 政府在视频上都能看到 有些问题 让老百姓看到 可以说拍手就好 但是说有些国家 对中国 就让中国乱 但中国就是不乱 中国老百姓 把问题看得都很透心的 看到习近平 对这个国家 整治的老百姓 都很有希望 谢谢 好 谢谢 张先生 今天我想请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 陈先生 回应一下这两位观众朋友 那么这两位显然跟 他们是对现在的 这个政府呢 是持这个支持的态度 那么同时 前一位 辽宁的孙先生 对这个六四事件 他基本上跟政府的立场的 态度是一致的 那么您怎么回应 这个当然 我和他们的价值立场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六四事件 因为我相信 这两位先生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真正的 全程的 知道这个事件的 全部真相 一个国家的 用野战军来对付自己的平民 而且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这件事情 无论在哪个角度看 都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 好争论的问题 不管你将来 或者有些人说 以后 这样以后 看后来经济发展 这个东西后来的结果 是有各种 你没有增加 也可能发展得更快 这个东西 但是不能为 加上不能为那个东西正当化 认为我可以徒手杀害 这个中国平民 而且完全没有武装的 中国平民 用他们正当的 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们用口头上的方式 提出自己的意见 而杀害 这个当然是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对这两位 先生 特别是第一位先生的观点 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和我们今天 谈的所谓的手段 和目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说到这里 陈先生 我相信 温先生他之所以 在这个不雅视频里 他想到这个办法 插入他的这个政治信息 也是因为 跟中国政府的 这个封杀 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绝对的 这个相互之间的 这个关系 那么就是我们最近 也注意到 中国政府 对这个打压一级 封杀对手 他这个做法手段 好像在收紧了 这个口袋 就是您怎么解释 为什么这一次 好像比以前 这个他的 这个打压的程度 更加的严重 也大一些 我想这个就是 目前的中国政府 他处在一个 相当的困难的地步 他们想 因为中国政府 照我看来 他是被很多历史 他们过去的 罪恶的历史 犯过错误 甚至犯过罪 的历史 所绑架了 他自己说 我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叫做这个 罪恶的那个 不断的循环 就是说罪恶 制造新的罪恶 他如果是说 你不认错 或者不审判 不还这个历史上 一个公正 而要保护自己的位置 和保护这个政权的 那个合法性的话 他就必须用另一个罪恶 来掩盖前一的罪恶 所以大家看到 六四事件都过了25年了 为什么现在 还这么严重的打压 就是因为 他必须把这个 如果说说 他必须要 不能让大家说这个话 那么大家受了害的老百姓 他必须要说这个话 所以他必须要用 另外的新的罪恶 来把原来的罪恶掩盖 所以说 为什么有些人说 那个极限政府 为什么不断地犯下罪恶 他不知道自己在历史上 会造成很坏的印象吗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要使得自己的政权 能够存在下去 会保卫这个政权 他又不断地要镇压 要求正义的老百姓 所以说这个最后的循环 是在极权制度下 甚至在某些 特别严重的 专制度下的一种常态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 第一个话题是 在不雅视频当中 插入政治信息 特别是有关六四的信息 这种做法是否恰当 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 打来电话 听众观众打来电话 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 下面是湖南的佐先生 佐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的 那个我非常感谢 那位就是视频的制作者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六四虽然是过去二十五周年 但是出生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 有几个知道六四的呢 有几个熟悉这一场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呢 有多少人知道在当时死了那么多无辜的民众和学生 我觉得真的说句实在话 我身为这些就是死去的这些人感到可惜 而且就是说你这样做了以后 我觉得那个丁子林母亲也会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你 非常谢谢你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好 谢谢湖南的佐先生 接下来是四川的魏先生 魏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 这个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徐徐啊 这个无论这个任何人执政啊 只要为老百姓安静乐念就行了 请不要乱说 谢谢 好 谢谢四川的魏先生 接下来是山西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我想第一 我这个六四世界已经过去 这个25年了 已经被普通的大众观众已经遗忘了 现在关心这些人的人都是一些政客 第二 25年来中国这个经济随时的发展呢 正如当时的共产党的采取政策是对的 这个 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果断措施 说不定25年以后 当然在25年中又是什么情况了 第三我给你美国之音提个建议 你这个美国之音的办法好的是中国人的面孔 说到标准的这个普通话 但是对没有一点华人的人格 你们看到中国有些这个 受到一些这个 遇到一些 张先生 请您解释一下 华人的人格就像你一样的人格吗 对的了 你们是没有中国人 我们看到 你们看到了一些汉奸的嘴脸 那张先生拜托您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 你就不要再看了好不好 你在中国相信你也有其他的渠道来获得信息 是不是 好 谢谢山西的张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郭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 郭先生 您好 河北的郭先生 您在我们线上吗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我也是你们一个中视观众 我也是你们一个中视观众 我对你们这个 对在这个电视啊 我看的可不少 这个世事啊 这个世事啊 这个国际啊 可能是还有些个 郭先生对不起 您的这个线路 对断断续续 您想说什么 我们对时事的报道怎么样 抱歉 郭先生 您这个线路 对 现在这个线路非常不好 温云超先生 刚才有一位听众的观点 非常有代表性 就是他说是六四已经25周年了 现在中国人民把这个事基本上都遗忘了 记着这件事的只不过是一些政客 请你来回应一下 这也我估计他的这种想法也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个短片吧 对的 毫无疑问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九分钟的版本里头只用一分钟前面 乌亚视频作为影子 其实后面八分多钟全部都是由香港砖上十年制作的一个完整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这么一个介绍 这也就是国内现在面临的状况 我相信民众都是很善良的老百姓 但是他们很容易被蒙蔽 这种蒙蔽就来自于不对称的信息提供 有没有人告诉他六四真正是怎么回事 当时学生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诉求 有没有人告诉他现在的反腐又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现在的经济状况又是怎么样 相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讲 官方每年15%的印钞速度 快速的把他们财富稀释 他们更大的伤害来自何方 是不是来自于那些恐怖分子 还是来自于执政者 我想很多问题都需要现在的老百姓去思考 特别是有那些有还抱着善良希望的老百姓们 我想他们都要想一想过去发生了什么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我还要特别感谢刚才一位听众观 听众对一位观众对我们 对我这种做法的一个支持 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真的需要想更多的办法 我愿意背负一些骂民 愿意背负一些污名 我因为毕竟是一个后辈 也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得失 所以我愿意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过去和现在的状况 好谢谢温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A卫视节目 时事大家谈 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是 在布亚视频中插入政治信息 对付独裁政权 是不是应该试探底线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 陈慧德先生 就刚才观众朋友的一些 他们的表达的意见 也让我想起网络上的一些评论 就是说到中国政府目前 他对他的一级的封杀 以及对立面的打压 很多人讲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文化 这是党文化使然 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分析称 说这个不完全是党文化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原因 跟中国的民族文化 它的特性是有关系的 那我想看看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基本上还是和党文化 就是说和共产主义进入中国 关系比较大 当然民族文化 就是为什么中国当时 能够接受了共产主义文化 当然有一个是战争的胜利 另外一个恐怕是和中国文化 有一部分关系 但是我不同意 就是说某种文化决定论 就是中国目前的很多灾难 中国好像一直没有走上 民主法治的轨道这个灾难 都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缺陷造成 这个我不同意的 这个基本上是和近代的发展 尤其是和共产主义入主中国 是分不开的 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 因为刚才有一位先生 山西的张先生 特别谈到了批评美国之音 谈到所谓华人人格 认为像我们这些批评中国现状的人 好像是不是华人 就是汉奸 我特别讲一下 华人的人格 尊重华人的人格 尊重华人的人权 实际上正是大家的目标 而且我们讲天安门 这些死了的人 我们他们的人格在哪儿去了 他们的人权在哪儿去了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了 所以说正是为了这些华人 我们要争取他们的权利 让每个华人能够活得兜兜兽兽 尊重远远的 堂堂正正的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要讲的这些话 而不是说是维护当权者的利益 当权者把华人杀害了 我们也不能说 而只能把这个所有的事情 都归为外国和华人 这明显不是外国政府 和华人之间的关系 而是本国的统治组 伤害中国华人的基本人权 包括他的生命权 所以说这点 他明明是 如果是你不重视这些华人 杀死了被华人 而且把后来的一些东西 拿来作为一个所谓的借口 那么我觉得这是对华人的 最大的侮辱 对华人的人权的最大的伤害 好 美国之音 辞世大家谈 接下来我们继续借听 几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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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我们听到了 我刚才我就说 那个听众 他们说的那个话 你要理解 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 光听那个中央台 各地方台的洗脑 洗脑的新闻 他们对自己的历史 近代史 不清楚 对受害人也不深处 对这个是更不清楚 你要理解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想法 他们都被蒙蔽了 你知道吧 本身就是受害人 就是我们一样 为什么听不到你 就是我们听到你们这边才 你们美国卫视 说了一部分情况 才对这个历史 有一些了解 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谢谢啊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刘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山东的刘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要再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节目很不错 特别是专家学者 你看这个 分析很酷的 实际上我对共产主义 也是没什么兴趣 当了十多年老师 以前学了 小学学是历史 我觉得你们那个有一个 你们连线的一个专家 叫学者 叫历史学家 叫张一凡 张一凡 还有现在 现在你们这个组合员 还有你们今天这个专家 也讲得不错 这个不过我对这个 不亚视频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我不太喜欢 你这个下载 这个不亚视频 前面是后面是什么 这些东西 实际上 就是说 好 谢谢 谢谢山东的刘先生 云超 刚才这个山东的刘先生 他表示呢 对于这种政治上的信息 他非常的 欣赏 就是说能够把这种真相 来告诉民众 但是这种手段 刚才你在回应的时候 两个问题 以前你谈到了 如果你要把船单扔到地上 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你贴在墙上 也会造成污染等等 但是我想请你来谈一谈 怎么看待程度的问题 就是任何一件事物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一个度的问题 过了这个度 就会往往就是不太恰当 那么在美国呢 一般大家 民众当中 都一个decency 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你符合不符合 一般民众的这种 道德观上的这种标准 那么超过了这个 就不够decent 就超过这个界限 请你来回应一下 我想对于我来说 在这场反极权的斗争当中 我能接受的一个底线 其实是会不会对他人 构成即时的人身伤害 这是我考虑的一个重点 至于一些情绪上的反感 有些人能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 这完全在我认可的范围之内 甚至他看得很恶心 觉得很恶心 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对于目前 这种状况来讲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要达成一些基本的目标 就是例如 如何让国内的民众 了解他们的出境 了解他们所处的问题 我想他们 当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之后 他们慢慢会改变看法 或者会更多人理解 我这种做法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 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一位是广东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请简短 是啊 是我吗 是你 广东杨 新娘 这个呢 这个政策是不好 这个政策搞得不得人心 搞得人民不得人心 他们都是东西做起 对人民不负责任 他们上有政策 搞那些东西不得人心 就这搞得太乱了 好 谢谢广东的杨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了 当今政府不得人心 接下来我想请 仍然是在skype上的 温先生来做一下回应 就是说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的 他的这个封锁问题 那么 六四的一个重要公共知分子呢 周舵他讲过 他说目前在中国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 有两条红线你不能踩 一条是舆论的这个红线 就是说你不能去造势 不能广泛的传播你的舆论 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是被控制 颠覆国家政权罪 另外一条呢 就是你不能到公开场合去集会 那么这个就是在行动上的 也是对政府构成了危险 那么作为您现在呢 是要广泛的宣传 就希望通过您的这个方式呢 渗透到这个中国的 把您所向要传播的这些信息 渗透到中国的这个民间中去 那么在中国国内的那些公知的话 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如何回避这个红线 我想现在的互联网技术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只要你采取 足够的技术手段的准备 你不仅可以传播 还可以很安全的传播 例如像P2P方式的这种下载 其实很难追踪到 它原始的来源 当然如果我不说是我做的 我想也很难有人查得出来 是我做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现在互联网基本上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在设计一些社会运动 推动一些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更多的 这种去中心化的模式 例如三年前的茉莉花革命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人知道 它的发起人是谁 那它这样子的话 就避免了在推动社会运动的时候 受到一些很直接的打压 而这些成功的案例 在台湾最近几年的行中运动当中 也是可以说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我想现在的技术提供了无数的可能 只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 把握住时机 有足够的这种技术储备 然后去参与推动 最后还有20秒 温云超先生 很简短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选择匿名 为什么你自己要站出来说 这是你制作的呢 我想我要制造更多的话题 因为现在媒体对整个六四 重回25周年关注度不错 但是大多停留在字节伤疤 沉浸在回忆的痛苦当中 很少有人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角度 新的思路 去引发一些思考讨论和刺激 那我想我愿意站出来承认 这个视频是我发布 我的作用就在这里 非常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 以及美国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 请各位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中国意识形态 是否受到西方威胁的命题 播放有关中国意识形态现状的观访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美国军营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随着中国发表首份国家安全蓝皮书 并特别强调中国意识形态 遭到严重威胁 中国国内意识形态的现状如何 其左中右派处于何种定位 有何种追求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我们将播放宇州对中国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之一 知名学者杨帆进行的专访 以解答一些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疑惑 好 杨教授您好 非常荣幸 您能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首先想问您 您对自己的这个思想的定位是什么 您属于哪个派别 左中右 那么为什么呢 您的理念是什么 我是呢 八十年代呢 这都是自由主义者 九十年代以后呢 又看不惯中国的这种两极分化 权权结合 所以呢 就向左转了 所以呢 但是我一直说呢 就是要超越左右 这种思想 现在越来越被大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所以呢 就是这个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呢 应该是看的还是比较清楚 就是说 越来越排斥这个极端的思潮 而主张一种温和的 渐进的一个 就是这种 这种思潮在西方呢 其实呢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激进还是保守的问题 激进呢 激进改革 那是左派 保守的 就是不改革的 它是右派 但是在这个中国呢 正好这么多年是相反的 不改革的 被说成是左派 而主张改革的 说成是自由派 就是右派 它这个基本东西 它是个反的 所以这种东西呢 这是由于中国的历史 所决定的 但是我认为呢 现在 应该向国际来接轨 就是逐步的把这个 左右这个颠倒的情况呢 和国际上一致起来 所以我给我自己定位呢 就是定位叫温和左翼 或者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政府和民间的 这个主导的思潮是哪一种 或者哪几种呢 主导思潮实际上呢 是一个 其实前些年 你比如说我们说文化革命 或者说是 它实际是一种极左的东西了 后来呢 到八十年代呢 是非常好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 大家是有共识的 那就是实际是一种 中间偏右的思潮 完了 那就是自由主义吗 是吧 就是 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 它是一种比较温和改革的思潮 八十年代是比较好 九十年代以后呢 出现了这种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这种思潮 那就是应该说 就是我认为它是一种极右的思潮 所以在这个问题 在中国知识界呢 一直没有共识 所以对左右的问题呢 就是说究竟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的发展 就是你说这个不太好的倾向 究竟是极左呢 还是极右呢 我认为是极右 是极右的 所以这点和这国内的右翼的朋友呢 是是有争论的 是吧 他们我认为 其实他们自己呢 实际在在美国 比如说实际就是美国左派 但是呢 在中国呢 他就不愿意说自己是左派 而要说自己是个右派 这个东西 这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极左的路线所造成的 就成为一种贬义词 一说谁是左派吧 就成了个贬义词 其实我就 你们到西方看看 左派很吃香 其实很吃香的 是吧 就改革者才是左派呢 大概这意思 杨教授 您作为一个温和左派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些思潮 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和民间的影响 长期来说是有影响的 是吧 就是因为哪个国家 是吧 他的思想界都不能是 当然 是吧 思想界呢 都是要 但是思想也不 也不 和政策呢 也不能都混在一起 是吧 因为因为政府呢 你说他能够他真正的听听这个知识分子 他能听多少 但是我觉得长期呢 还是就是各有各的领域 但是呢 谁也不可能取代谁 我觉得思想的正确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在想追问您就是说温和左派和左派之间有哪一些差别 对中国的左派呢 所以我提出中国的左派是吧 就中国的思潮要和国际接轨的意思实际就是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把极左变成中左 至少是主导的 就是左翼的主导的思想不能是极左的 是吧 所以他这个对极左的问题呢 那就是说 一个就是 对历史上的计划经济怎么看 另外呢 对毛泽东怎么看 对文化革命 怎么看 这都是外国所没有的 是吧 所以你 你只能去具体的分析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 那么就是说这种极左的思潮 后来的前两年 在在重庆这个模式里边也也提前出来 所以呢 就是我 我是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刻的时候 终于和他们这些极左的这个 就是公开的进行了一个全面全面的批评 就是说你们看问题是看的是对的 确实有很多问题 但是啊 这些问题的来源 是吧 又有权力 又有资本 你左派不能只说 所有所有的东西全是资本 资本造成的 是吧 完了就算是国际上的这种 是吧 这种发达国家造成的 而忽视了自己内部的这些制度的问题 那这当然是左派的一个最大的缺点了 是吧 就是他看这个问题吧 他老把这个事情呢 归于这个国际的因素 他不说自己的制度的欠缺 再有一个就是 办法 老想搞这个文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是他们是吧 那是最大的错误 所以我我这几年呢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仅是自由派方面 是吧 一直反对 其实呢 就是在中国很多有左倾思想的人 其实呢 也不赞成 也不赞成这个很极端的这种极左的 只不过就是 是吧 这个是吧 中国社会还是还是不成熟 就是极端的东西吧 我不知道在西方怎么样 是吧 就是反正极端的东西 总是容易震上风 但在有着选举的时候也这样 谁能嚷嚷的厉害 大家觉得 是吧 看热闹就给他投一票 是吧 但时间长了 我估计他他就不会有了 就是是吧 在不成熟的时候 所以中国社会现在 这个浮躁的状态 是吧 加上大家 是吧 当然就是说 反对极左和极右 是我们的 思想界的长期的一个任务 中国的左中右这几派呢 他们分别都有哪些领军人物 这些领军人物呢 他们的这个思路是如何 领军人物 我就不好评论他们 我只能说我自己是一个 温和左翼 就是是吧 就是我们是主张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的 就是我们主张公平 就是主张公平优先于效率 也主张在社会变革的时候 调整的时候 用温和的办法 不采取那种极端的办法 大概就是温和左翼的意思吧 其实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 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 因为哈耶克的思想 其实在九十年代才进入中国 那时候中国人 只知道马克思 不知道哈耶克 所以那一段时间 实际就是中左站出头 现在当然了 是吧 就是世界都发展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要吸收国际上的这种 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 当然自由主义呢 在中国也成为一个右翼 是吧 就是哎 其实自由主义在西方 好像是左翼吧 这个 就是在自由主义呢 也有一部分人自称为叫做温和友谊 这就这就对了 就是大家都不要 在用战争斗争的这种口气 是吧 或者就是流氓化的这种 这种口吻 这些东西在大知识分子里面 还少一点 在于下边的这个 还是有人 搞着网络上骂人呐 诽谤啊 甚至搅人的场子呀 砸人的场子 或者说话就说的非常极端呢 这个东西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 你这样就没有理性 完了之后 就是一个流氓化的东西 整个一个文化都有这种 一个堕落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 所以理论界 首先要清楚这个 是吧 另外 所以我们也都提出很多规则来 就是不要 是吧 扁人的身份 也不要说人的背景 也不要修正动机 你说什么事就什么事 是吧 你不要动不动就攻击人品和人格 是吧 完了之后呢 你的立场呢 立场的这个东西 在选题的时候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只要选了这个题 进入这个题之后 你都不能把立场的问题 加到学术里面 这就不对了 那学术就是学术 是吧 这这样的话呢 否则的话 你只能是个极端斗争 在中国的理论界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超脱极端斗争思维 左派和右派其实都一样 你别看他 是吧 右翼也是老骂人家 这边是极端斗争 是吧 那他自己有没有啊 其实 其实中国人这么多年下来 都沾染上这种毛病 是吧 说话很极端 我本人其实 我先进来呢 也说话也很极端 所以我现在也就是说 六十而顺了就是 是吧 用这种话来 说很多人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我说咱们 是吧 我说你不到六十而就不能顺 那我说得之后再说吧 这个意思 好 最后呢 我想问您杨教授 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经济问题和中国的思潮问题 在这两方面呢 你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这个思潮呢 是吧 也是 但是我想 今天讲的两个问题呢 也是有联系的 就是因为中国呢 就是因为中国呢 是吧 这个前三十多年呢 经济发展的是相当的好 所以呢 那好多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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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掩盖了 现在既然经济速度下降 是吧 那儿子的老板 那儿子的经济的这些风险暴露 他自然的很多问题也就掩盖不住 所以不能够再以GDP论英雄 不能够在那经济发展的繁荣 就是经济学家所鼓吹的 这些说蛋糕做大 我们大家都的好处这样的事 已经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所以必须要回来去研究 所以这左翼思潮 它毕竟要和国际接轨会兴起的 因为它就是这样分配的 你不能老说我蛋糕做大的就成 那不行 我还得看你怎么分配的 你拿太多不行 这个那就是 你就不能老提 只要有效率 现在又没公平又没效率 所以必须要调节社会收入分配 当然你像后来搞的 很极端的办法也不行 很极端办法也不行 但是我看收入分配 包括资产占有的分配问题 在中国一定是一个 必须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无论左坏右坏 这些问题上 都不应该有含糊的地方 好的 非常感谢杨教授接受 VOA卫视的专访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美国之事中文网站上 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电视留言板 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在Facebook或者推特上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VOAIO 和Twitter.com 斜线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讨论 美中台三边关系等 请您准时锁定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